大家好,今次是打這個絕劍 絕劍這關難度基本上是非常低,理論上其實不用被動也能打到 始終有個反傷穩陣一點,但其實也不需要,因為我試過用馬拿打是沒問題的 最簡單的直接暴力就是路西陣,不需要多思考任何東西 這關的機制主要是回復牆,然後殺那些風龍怪會有一個加速 這關其實有點像擊救極的司馬爾 黃的第一回合會把你打到一血,但不需要擔心,基本上最快的鎖鏈怪 因為隨機鎖鏈怪的CD,有時會是兩CD 就算是鎖鏈怪2CD打你,其實可以扣你500 只要你打到一下回復牆,理論上你想死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關如果你不是故意的話,我相信是不會死的,應該是正常的 現在就是這樣打到一血,然後是奶壁 你見到那個傷害壁其實只有兩塊,就算你沒有反傷角色 只要你最後那一刻是打到回復牆,理論上也沒事 傷害壁扣得不多 妖精殺手,乾超伊赤拿奇 表面上是最適合的 但是我想說如果你是用路西陣,最適合的極運角色就有兩隻 第一隻就是伊甸,不需要多說 第二隻我覺得最適合的是馬格梅爾 如果以單擊運來說,三隻路西陣,因為我自己後期是用馬格梅爾加三隻路西去刷 因為馬格梅爾的友情相等於半個路西的能量環 整體來說效率非常不錯 加上撞路西的話貫通會方便很多,因為這關小怪比較密 就是這樣 其實沒什麼事要說的 這關你怎樣刷也不會輸 我自己打了兩小時左右,因為頭那小時去吃飯 兩個小時單刷,我有買箱的 極運了 有看過Facebook或Instagram都知道其實極運了 這隻的確是不難刷的 加上吊彈率我覺得也算不錯,平均也有三至四隻 偶爾有一兩場特別欺負一隻 通常最少有三隻 所以很多人第一天已經極運了 但會不會極運兩隻我就不會 因為一來極運同一隻,他主要不會加文章力的數量 他加這個極運數我不需要 因為我遲早可以150隻極運 因為目前這一刻我已經有127隻極運了 其實不難的 因為打書庫其實很快 因為我不喜歡加同一隻,因為他主要不加文章力 好,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關卡實在沒什麼好說的 現在正在等待死槍的降臨 死槍但始終是夠極,那就不會太難 有些人投訴說這次太容易,看兩體 反正都是跌的,我寧願去武佬好過了 不用煩 不過其實有好必有壞,他異疊 相對上這隻不算太強 蟻王那些比較難打一點,但相對蟻王的確是比較強的 但有些也不是的,例如活魚類那些我又不覺得他強的 對不對?我也不想用的 我那天是難打PK的問題 我絕劍這些難度適合我,一邊看紀曉藍一邊碰 不用看畫面也只能亂彈的 所以就OK的 順帶一提,有多震動的倒數呢? 其實只不過是打單體的兩萬血左右而已 兩萬血左右,就是聖武聖榮 正常你都回得切血了,說真的 這關沒難度的,根本帥王又不打你 小怪打人極勢力 極勢力 幾百幾百扣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這關,這關他的用意在哪裏 為何他弄得這麼容易打呢?我都不太明白 真的太容易打,其實這關真的過分了一點 七大罪的合作關雖然都是容易打,但起碼 你也要想一下,但這關完全不用想了 可能奧西太強了 對,就是這樣 我建議這隻有幾隻,就算你沒有看刀劍神域 這個角色本身的樣子也蠻可愛 加上他的性能也不差,反雙掃雷 不過他的有程斬擊,超斬擊 也是弱的,今時今日也是弱的 這次來到這裡,下次見,拜拜 這次,下次見,拜託 拜託,拜託